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武汉肺炎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我们来看最终回对决的内容 似乎还是放在 就是拜登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而且更吸睛的是 这是杭特的前合伙的CEO 竟然现身在今天辩论会的现场 而且从现场之前往前推三个小时 他举行的记者会 列出了包括了现金 包括了股票分配 包括了代表杭特的H 获得了20%的股权 其中又有10%预留给BigGuy所持有 而他的现身告诉大家 这个BigGuy就是拜登 也证明拜登参与了这家能源公司的交易 现身到今天的辩论会 拜登的心情会是如何呢 今天辩论会长达90分钟的时间 那么分别包括六大议题 有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包括了美国家庭 包括美国种族气候变迁 还有国家安全 包括领导力 那么每一个阶段六个阶段当中 各有15分钟的一个问答 两个人在每个阶段之前呢 有两分钟完全不受干扰的回答时刻 当然就进入互相讨论阶段 好 倒数十一天 这一场总统大学最终回当中进行的同时呢 我们怎么来看后续的一个发展呢 因为最近的确看出的是拜登的儿子呢 杭特跟中国企业之间的商业之间的火腾 那么杭特的前中国事业伙伴 我们说这一位人士呢 他指正历历 而且现身在辩论会的过程当中呢 到底可以掀起什么样的风暴 而今天呢 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料 昨天我们说拜登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那他的对中政策会怎么去演变 拜登如果当选入主白宫之后呢 台美之间的关系会因此大转向吗 就在昨天呢 拜登投书到联合报系的世界日报 而我们看到通篇里头提到台湾 好像没有所谓的民主政体 但是联合报出现这样一个标题 到底心目中的台湾 在拜登眼中是一个国家吗 那拜登到底怎么看待 如果他当选之后 未来的中美之间的关系 包括台美之间的互动呢 我们调出12年前的一封 非常关键性的投书 而这个投书呢 看出什么样的端倪 看出什么样的拜登的一个走向 不过最新的情势当中 今天邀请的包括几位军事专家 因为美方的电针机RC-135W 有报道说 它飞越了台北的领空 那么我们空军否认同时 美国媒体特别问了太平洋舰队 太平洋舰队承认咯 为什么会呈现 一个说法是否认 一个是承认呢 当然有时候军事需要 有说没有 没有说有 这是可能的 但是这个代表什么 美方悬寻台湾ING正在进行吗 包括了最新情势 这是互相校正吗 解放军包括在海南军演 在海南岛军演当中 发射了数十枚的空对空的飞弹 而在此同时 我们的天龙演习这个画面 更是吸睛 来邀请这几位来宾 一一为您解析 来首先为您介绍资深媒体人钟年慌 小军好 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蔡世英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云少老师 小薛好 大家晚安 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的院长 余宗基 余院长 小薛好 大家好 还有丹江大学外交及国际关系系主任 郑亲某 郑主任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 稍后连线给目前人在台湾 三例的美选观察员 范奇斐 还包括人在纽约 知名的政策评论家 陈破河老师 还有更多人加入我们讨论 包括前空军副司令 张燕廷将军 以及退役的陆军 寿将于北城 为什么呢 我们要看的是 在现在的作战模式里头 美军所展开的 比如说跳岛战略 海军陆战队 在整个战略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现在的新型的武器 新型的训练当中 过去不一样了吗 等一下一一为您解析 先来看一下 这是在辩论会还没有登场之前 他开记者会了 而开记者会之后 现身在辩论会的现场 来看这个大现场 好晚安 我的名字是 Tony Bobulinski 2017年 我收到一个电邮 关于交易的交易 说明了 10% 为大人的年龄 在那个电邮里 没有问题 为大人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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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电邮门 幕后爆料者现身 川普多次抨击拜登对中国的立场 但专访中被问到 如果连任会如何处理中国问题 也没有具体说明 我们会跟中国的年龄 来请教年龄 杭特的前合伙人 CEO现身了 看起来拜登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还是今天辩论会的焦点 来年龄 对我在谈进入正题之后 我必须先称赞一下 川普团队这一次的战术运用 真的蛮厉害的 他故意选在辩论会正式开始前 大概三个小时 让这个前他们的合伙人 CEO 这个包布林斯基 出来开记者会 那可能拜登阵营会想 心里想说 好吧 开完记者会就算了 结果没想到川普突袭 把他带到辩论会的现场去 那拜登当场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心里一定是想说 你这家伙你来干嘛呢 好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延续很久 从最早美国的纽约邮报 开始爆料到现在 大概在过去的 十天里面 纽约邮报因为这一则爆料 被推特注销账号 但是大家知道吗 纽约邮报这几天的 点阅跟按赞数 高达290万人次 所以这传播率非常可怕 但是当这一封 最早的原始的信件里面 提到了一个叫做H的人 那大家猜说H应该是Hunter 就是拜登的儿子 但是里面有提到一个 大人物叫Big Guy 虽然我们的判断 Big Guy应该指的 会被Hunter称为大人物的 举世大概只有他老爸 那可是没有证据 一直到昨天 这个包布林时机出来 亲自出来证实说 这个Big Guy就是 现在要选美国总统的拜登 好那这个事情很简单了 那接下来呢讨论到 既然我们知道 确认Big Guy的身份之后 那他们跟中国这个整个 我必须讲他是整个拜登家族 因为包含拜登 包含他的弟弟 包含他的儿子 都跟这一宗中国的交易 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 包布林时机他是怎么跟Hunter 扯仓关系的呢 因为他原本是海军退役 他退役之后 进入一家 这个叫J2CR的公司 然后这是他一个顾问 叫James Giller 带他进来跟Hunter认识的 这是他email里面交代 然后在2017年5月13号的时候呢 有一封email发送给拜登 主题叫做Expectations 它里面就是 他们谈到就是 有一家中国公司 要跟Hunter要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这家新的公司叫做CEFC CEFC是什么公司呢 就是中国华信 请注意叫中国华信 那这里面谈到说 在这家公司里面呢 Hunter他会确定 被指定为主席或是副主席 那他的薪资待遇呢 取决于最后CEFC达成的协议 那好 CEFC这家公司呢 他总部在上海 电邮中大家看 这个电邮里面呢 他里面只提到850 但是并没有写单位 薪资指定为850 薪资指定为850 那这个850 观众朋友你一看就知道 不会指850元 一定是850万美金 这一定是美金计价 就是说他一年的年薪 有850万美金之谱 台币多少 850万美金的话 大概就台币应该是到2亿多了 以现在币值大概2亿5000万左右 一年 好 那这个事情呢 接下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这家新公司 成立新公司之后股权要分配啊 怎么分配呢 好 大家先看这个英文的部分 前面这一排是阿拉伯数字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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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好 H指的是谁 H指的就是Hunter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 10指的是JIM JIM是谁呢 就是Jim Biden 就是拜登 Joe Biden的弟弟 好 最后有一个10 Head by Honor the Big Guy Big Guy是谁呢 这个布林斯基已经证实了 Big Guy指的 就是现在要选美国总统的拜登 所以呢 在这一个新的公司里面 Hunter占了20% 拜登两兄弟各占10% 有40%的股权 跟拜登家族有关 那现在很多美国的选民 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很想问 那你们占了40%股权 请问你们出了多少钱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答案 没有人知道答案 他们到底出了多少钱 还是只是干股 那如果是干股的话 问题就来了 2017年的时候 拜登虽然已经不是副总统了 可是别忘了 拜登已经要选总统了 所以你把它称为中国的 因为这个爆料者 这个Bobulinski他也讲 他说他不认为中国 这个中国华信的这一家公司 跟拜登家族合作 是一个单纯是金融 跟商业上的合作 他认为中国这是一项 做政治上的投资 所以连这个合伙人 都看得非常清楚 他说这是政治上的投资 而且当时他就觉得 这件事情觉得不对劲 当时拜登家族还跟他保证 说他们不会拿中国任何一毛钱 但是后来证实 拿了钱不只这样 这个是简讯 这个简讯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美国参议院两个委员会 已经要调查了 那这个Bobulinski 他已经把他手边 所有的简讯的内容 都已经提交给 这两个委员会了 这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好这个部分内容 这2017年 这个简讯呢 是Bobulinski他发的 他发给Hunter Hunter就是这个 他说请你告诉我 是不是要跟你的叔叔 还有父亲一起吃晚餐 还有地点要在哪里 好 Hunter回答说 爸爸可能要到11点才来 我跟Jim Jim就是他的叔叔 10点在他住的 比佛利希尔顿酒店见面 那比佛利希尔顿应该是在 LA附近 好 当天呢 应该是在晚餐之后 他又传简讯给这个 Hunter的叔叔Jim 他说 很高兴与您相处 请替我感谢 Joe就是拜登抽出时间 这是很棒的一次谈话 是 所以证明当天的餐会有谁在 这个Bobulinski 然后Hunter 还有Jim Biden 跟Joe Biden 他们四个人都在 但是这里面 这证明了一件事情 拜登在今天之前 当所有人问到他说 那你这个Hunter在中国的投资 因为本来是他儿子嘛 那儿子已经成年 他跟中国投资 照理说老爸也管不了 当时拜登的回答是说 我完全不知道 他说我完全不知道 可是 对不起 你们四个人都一起吃饭 而且讨论的就是前面讲的 中国华信的那件事情 所以 这个爆料者出来 这个Bobulinski出来讲话之后 至少 戳破了拜登的几 之前没有交代情 包括他说谎 第一个 他说他不知情 第二个 他们当年向他保证说 2017年向他保证说 我们不会拿中国的一毛钱 但是都拿钱了 但是在今天的辩论会里面呢 我认为我个人观察 拜登采取的战术呢 就是第一个 回避 因为主持人问 川普也问 但是他从来不打 他去扯到川普的所谓的 你也在中国也有缴税啊 你也有秘密账户啊 对对对 就是第一招回避 回避不成了 第二招打乌贼战 就是我不谈我的问题 但是我回过头去 我去谈你川普的问题 可是我们都知道 川普在中国成立公司 那些事情都是在他当总统之前 就已经全部结束掉了 那川普当总统之前 他本来就是个生意人啊 他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立公司 这没有问题啊 那好你去打这个乌贼战呢 我认为对大多数的选民来讲 美国选民应该可以分得出来 因为那个是你当总统之前的事情 但是今天对于拜登这件事情呢 其实 那拜登这件事情发生是在 他的副总统任内 在他副总统任内 一直延续到他副总统卸任之后 准备要选总统 因为他2016年卸任副总统 然后2017年就发生这个事情 可是小薰这个事情不会突然发生嘛 他不会说我卸任副总统之后 隔了半年突然就有一家 有一个中国的公司捧着大笔的现金来说 你要不要来入股 然后我们给你儿子一年850万美金 那没可能的事情 那之前一定有铺陈嘛 这合理推断 那这件事情呢 接下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我再跟大家预告一件事 之前这个所谓的电邮门 就是那个电邮里面呢 除了这个跟中国关系之外 是不是还有传说中有很多所谓的 照片跟影片 是 那美国呢 有一位跑白宫的记者 叫做Chanel 他已经预告了 他在美国时间 星期六晚上的10点半 因为他已经访问了Juliani 他说他已经取得 这些影片跟照片 他在美国时间 星期六晚上10点半 会在他个人的直播节目里面 公布相关的影片跟照片 那这件事情的影响会多大 因为这个是比较牵涉到 Hunter个人的私得 但是里面是不是涉及到 跟未成年的少女有发生猥亵 或是其他的比较不雅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在美国 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他是联邦重罪 他可以判20年到无期徒刑 而且犯这个前科的人 终身都要带电子脚疗 所以这在美国是非常重的罪 那这件事情他影响的是谁 他会影响到中间选民投票的意愿 到选举到现在10天了 大概两党的支持者 大概已经差不多就定位 现在影响的关键就在中间选民 那现在呢 你今天可以看到 今天两位候选人在辩论的时候 其实攻击火力没有上一场那么猛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抢中间选民 普遍我们来讲 中间选民比较不喜欢那种 张牙舞爪的那种候选人 所以他们现在今天表现出来 都相对比较温良公俭让一点 他们就说要抢中间选民 可是中间选民是很在乎 Hunter有没有跟未成年的少女 如果假设这个人 就是他家族的亲戚的话 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比较不雅的事情 如果到最后阶段会影响中间选民 去投拜登的意愿 那可能对拜登的选情 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好在礼拜六 又有一个核弹级的影片 或消息要引爆 我说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 你应该不会想要去坐牢 因为你如果指控了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 这是可能要坐牢的 那对于拜登航特来讲 这涉及到20年以上的重罪 台湾的选举里头 我们常常都说当选过关 落选被关 那会发生在拜登的儿子身上吗 那拜登是不是积极 一定要赢得这场大选 否则落选之后 关的可能不是你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利益 很显然 儿子扮演一个白手套的角色 那我们看到福斯新闻在稍早之间还报道 刚刚特别提到 这位吹哨者 在辩论会之前现身开记者会 川普的阵营 他们的防御攻守之间 事实上是有备而来的 但是拜登 你的攻守策略是什么呢 看起来好像就是 躲躲躲 可以吗 航特到现在有现身吗 没有吗 那拜登如果不是今天 有这一场最终回的记者会 恐怕他也继续躲躲躲躲 那神隐到什么时候呢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位吹哨者呢 就是过去的拜登 杭特他的一个合伙人 这个CEO 巴布林斯基呢 他所提供的是2017年的简讯 给参议院的国土安全 跟政府的事务委员会 跟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 在三年后的今天 到底对于中间选民 或这场大选里头 可以改变他的意向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 在今天 今天在双方面的交锋的过程当中 还是放在 就是跟中国 包括甚至俄罗斯跟乌克兰 之间的捞金的问题 来看川普今天辩论会当中 多次以这一项消息 作为攻击点 重点要看的是 拜登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负负责 who was essentially supposed to work with you and your family. But what he said was damning. And regardless of me, I think you have to clean it up and talk to the American people. Maybe you can do it right now. I have not taken a penny from any foreign source ever in my life. We learned that this president paid 50 times the tax in China, has a secret bank account with China, does business in China, and in fact is talking about me taking money. I have not taken a single penny from any country whatsoever ever number one number two this is a president I have released all of my tax returns 22 years go look at them 22 years of my tax return you have not released a single solitary year of your tax return what are you hiding why are you unwilling the foreign countries are paying you a lot Russia's paying you a lot China's paying you a lot and your hotels and all your businesses all around the country 来玉璇老师所以大家会联想的是拜登如果当选之后他的对中政策会是什么拜登当选之后台美的关系会可能大转向吗因为昨天特别提到他投诉到联合报系的世界日报来看到了什么呢昨天我已经为大家说明啊这一篇投诉的对象是谁其实呢是在美国最主要的老乔什么样的人会看啊联合报的这个世界日报 绝对不是台桥所以他的政治属性已经非常明显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说他了无新意为什么呢这根本就是欧巴马或是柯林顿时期所谓的中国政策的模糊策略而且呢是所谓的交往内容但是呢联合报呢中文版帮他带风向说呢他提到了民主台湾的政体或是台湾的是一个民主政体但是我仔细再为大家说明第二遍 他的形容词原文是什么呢就是把台湾给中性化而且加入很多形容词昨天我说过他说呢在亚太盟帮呢追求的是呢繁荣安全跟价值但我说过这些内容川普说的跟做的都比你更具体 繁荣有EPNSecurity有所谓的印太战略 这个价值呢有所谓的台美价值同盟 所以人家说的做的都比啊拜登来的实际 关键来了把这个前提套在台湾的形容词是什么 他用的是啊democracy啊民主 民主是个中性的概念因为中国也宣称他是民主 台湾也是民主嘛然后呢夸奖台湾的防疫的时候呢他用了open society 他赞扬说台湾是个开放社会只是如此而已 而且结论的部分是什么呢结论部分说在传统安全部分两大领域在公共卫生 还有呢气候变迁的部分呢要跟中国持续合作最讽刺的地方是哪里公共卫生 所以我们说呢他不仅不谴责中国是武汉肺炎的造实者 居然在公共卫生要跟他合作这不是呢与虎谋皮吗 带了这个风向之后呢联合报立刻给大家一篇社论 社论是什么呢如此离谱的川普 但是呢台湾却是呢全世界唯一的川粉大国 倒过来教训说川普的言行这么失控 但是台湾人呢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其实联合报你要搞清楚因果关系 为什么台湾人许多人在情感上在主观上希望川普当选 倒不是因为川普言行如何或者是呢他行为出笔 而是什么呢我们被中国欺负的很惨 情感投射上川普对我好 所以呢我希望他当选联合报对于中国霸凌台湾 欺负台湾文公武和这个音 有没有做出任何说明 没有 所以呢他在帮谁带风向 他在帮拜登带风向 因为拜登的策略啊 就是走过去民主党的左手叫交往右手呢叫什么 叫战略模糊 好那我来延续一下呢 今天呢大家提到虚与多多呢 拜登呢跟中国的这个商业的关系千丝万缕 那我们来告诉大家在逻辑上的巧合是什么 我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整理哦 你去投资拜登 中国投资拜登 但拜登呢心中也投资习近平 什么意思呢 第一招我们说股市上有所谓的养套杀啊 最开始的养是什么呢 2007年有一位台湾的这个前客 叫做林俊良 他游走两岸之间呢 他已经把拜登锁定好 因为拜登那时候是参议员 而且极有可能呢 变成了欧巴马的副总统 欧巴马一带水上 他就变成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嘛 所以呢这位林先生呢 先跟谁交朋友 用尽所有管道 就跟啊杭特拜登 故事来了 当这个拜登当选啊 美国啊副总统之后呢 2011年 拜登与时任 中共国家副主席 请记得哦 这个习近平是在2012年 中共十八大的时候 才变成啊所谓的总书记 他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说的最重要的通关密 这符合谁的利益 中国的利益 他怎么说呢 这是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说的话 美国充分理解到 台湾跟西藏问题 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呢 美国将继续坚定 奉行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政策 他刚讲完没多久 就这么巧 2012年 因为其实啊 这时候拜登大概已经知道了 薄熙来有很多的问题 结果薄熙来极有可能出局 只有可能去接任总书记的 就是习近平嘛 所以他也押保 习近平报酬很快就来了 2012年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后呢 航特的咨询公司 也就是公关公司呢 就收到了中国给啊 他的客户啊 所谓Greatpoint 这家新装公司呢 12.5亿美元的投资 买卖见仁意 对于愿往返得到了第一笔订单 这个12.5亿被美国媒体 形容是什么呢 这是风险最高的国外投资哦 但他照单全收 有些地方是呢 一来一往之间呢 2013年后又换拜登访问中国 访问中国的时候呢 这个时机点是刚好是什么呢 中国宣布设立啊 东海防工识别区 全世界都在看 美国呢该怎么表态 尤其是拜登跑去习近平 你应该对他强硬嘛 他一句话都没讲 而且呢都没有任何的批评 结果10天之后 航特呢又拉到了中国1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巧合 你们的互动关系呢 会不会太匪夷所思哦 有趣的地方是呢 2013年呢 前面那个林先生啊 川山以线所成立的这个 渤海美环就是BHR 成立了中国才把这一家所谓的这个券募资金的这个公司呢 的营业额从10亿美元拉到15亿 各位我跟你讲的数字单位是美元 12亿美元 10亿美元 15亿美元 这就是今天拜登不愿告诉大家的真相 还有呢有些地方是呢 他总要收尾吧 拜登呢又回到了那个民主党执政的没有年代 他在哈佛甘奈提学院发表演讲是这么说的 这是民主党政策的核心嘛 我想要中国成功 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 符合我们的利益 美国的利益 还是你们家族的利益呢 有些地方今天的辩论会 主持人呢 问拜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你当选总统之后 你用什么方法呢 来维系美中关系 就是要他硬起来的意思嘛 或者是你有什么对策嘛 拜登怎么回答 他告诉说呢 我们要用国际秩序跟游戏规则 把中国拉进来 各位要想想看 川普为什么要打美中经贸大赛 就是因为中国改变了游戏规则吧 他不再受到呢 西方民主政治跟国际政治经济的这个控制嘛 他现在变成新的塑造者 结果拜登拿10年前 甚至拿15年前柯林顿的交往政策 旧的政策呢 显而规范现在中国 道理啊就不言而喻 有些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就要往下看 刚才小俊提到当年的投书 我非常敬重的前辈 蔡同荣啊 当年就抱一个很重要的料 我们好不容易调出原始资料 这是经过整理的对不对 2008这个原始资料 蔡同荣 民事创办人也是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你看这是2008 8月25号 等于是12年前了 这个标题他投诉到自由时报的论坛里头 与拜登交手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带我们去认识当时跟拜登面对面 实际上跟他参与的 还有彭咪咪的这一位大佬 他们看到了什么样一个拜登呢 因为那时候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 宣布由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拜登来出任副手 那么以笔者 笔者者是蔡同荣 跟拜登接触的经验 这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 他说这个前德拉瓦州的副州长 吴仙彪他是华人 他太太也是华人 他曾经在拜登德拉瓦的办公室当助理 那拜登的对台政策 当然深受这对夫妻的影响 2000年的时候 台湾的安全加强法 在众议院以342票对70票压倒性的过关 给台湾的安全多了一层保护 这里头包括台湾的前途决定 不但用和平的方式 而且要获得台湾人民 明确的同意 这边有一些保护台湾的一些法案 透过这个法案当中获得更多的保障 注意看这里头包括了 比如说空对空 射后不理的这样的飞弹等武器 美国训练台湾军人 包括美台 应该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跟建立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跟台湾军事指挥部的直接通讯等等 但是注意看 但是台湾安全加强法送到参议院之后 却遭到拜登强烈的反对 理由是已有台湾关系法 没有必要再来个台湾安全加强法 即使台湾安全加强法是由参议院的外交 参议院的外交部会的主席所提案 遭到这个委员会的民主党最资深的委员 拜登的反对忠告胎死腹中 他说我为了这个案子 蔡总统说为了这个案子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试图要说服拜登 又请德拉瓦的台湾同乡去找他 也无效 因为他没有连政的压力 我也拜托几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去说服他 但是他们说参议员 各有擅长外交方面是拜登的领域 他们不方便说话 于是来了2004年的春天 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 盖瑞的主张 他的主张说台湾的问题解决 应该采用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 注意看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凯瑞是主张台湾的解决方式 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 这个主张令人忧心 拜登又是谁呢 拜登又是凯瑞的首席外交顾问 如果2004凯瑞当选总统呢 拜登可能会当了什么 国务卿 但是呢 我托人安排跟他见面 9月14号呢 我跟彭敏敏教授 到了华府去拜会 他说凯瑞的台湾采用一国两制模式说法是错误的 不过美国对台湾要采取的模糊政策 台湾关系法规定 中国若以非和平的方式要夺取台湾时 美国应该采取适当的行动 至于什么是适当的行动 布希政府明确指出是军事行动 可是拜登却主张 不是先说要采取什么行动 保持模糊 我跟彭教授都说 模糊政策会使得中国误判 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 反而会增加台海的危险 假如欧巴马当总统 对台政策走拜登的路线 与台湾请中的马英九相呼应 台湾的前途实在令人担心 这个就是他所看到的拜登 他所看到的拜登是这样子 所以来蔡世英 外交国防委员会 这个资深的委员 一旦拜登当选的话 你觉得台美关系会大转向吗 来你怎么看 我想先说明一下 我想从最近这几天的关系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蔡同龙蔡前委员 提到的拜登的一些相关的事情 事实上跟他后来 他作为主要的美国的政治行动者 所做的一些言行 其实是呼应在一起 等到现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来看 拜登这几年对中国的政策 以及他在中国的利益 真的可以来发现 蔡同龙在2008年 甚至在2004年 他们去拜会过拜登 对他的观察 其实一语中递 其实当时我们没有 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拜登他去投稿 美国的这个世界日报 其实大家会想 就是刚才讲到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报纸 联合报纸他也很高兴 哇 美国总统候选人 投注到我们报信来 他觉得这是难得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小英总统都不见得 会投到联合报去 他就觉得这很高兴 所以他当然就写了一篇社论 来呼应这个拜登的说法 不过我在讲 拜登在这篇文章写的内容 以及说是写给台湾看 我更觉得是写给在美国的老乔看的 就是说在美国的华人圈 过去可能在二战结束之后 离开就是讨厌共产党 跑到美国的那一区老乔 或者更早些人住在美国那些老乔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 有些人对中国开始有一些 期待乐观的这一群人 可是他还是拿美国国籍的这一群人 我觉得其实拜登写的文章 是写给他们看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拜登在这篇文章写的内容 尤其在台湾的议题上 跟中国议题上 我老实讲 甚至比他们的民主党大会的 对中国的态度更加的退缩跟保守 其实我们注意看 在今年九十月的时候 美国的民主党大会 大家觉得民主党比较倾重嘛 事实上他在那个大会里面 也有批判中国 不是没有批判 可是你看到 拜登在联合 世界日报投的这个内容里面 我觉得是退缩的 我觉得是退缩的 我觉得他其实是要在那个 文章里面去告诉他说 我跟中国关系 是很互动很好 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拜登的态度是如此的话 我觉得拜登如果有机会 担任美国总统的话 事实上他会继续在咨询 过去他可能跟中国关系 友好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该是非常明确的东西 那他最近尤其就是 对台湾的一件事情 就对台湾到底应该 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拜登的意思就是说 走模糊策略 那最近你会看到 美国有一些智库的人 开始在呼应这件事情 说我们只要 维持模糊策略就好了 我们不应该去主张说 美国应该要 协防台湾这件事情 说美国如果 承诺要协防台湾 台湾的人就会偷懒 就会降低国防预算等等的 你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逻辑就不通嘛 美国驻军在韩国 美国驻军在日本 韩国日本有减少国防预算吗 他当然会为了他的国家安全 仍然大规模的军事投资 可是事实上他的驻军是表达 双方在军事同盟上 一种安全的保证 其实在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拜登 他当然我们尊重他对一些 亚太地区的策略看法 可是事实上 他的这样的策略看法 对于台湾的安全 确实是危机的 所以我觉得 蔡同龙在2008年就投了 其实他写得很清楚 最后一句话 他就说台湾前途令人忧心 他其实看出拜登的态度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最后我要再提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里面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儿子杭特 以前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包括还有其他一个林俊良 这个其实 被抖出来之后 大家发现原来 在美国有一批 走中国这个管道的 政商权益的利益共同体 是如此的庞大 其实拜登这几次在访问 中国的时候 他儿子杭特有跟他去 后来被爆料出来 就是说他在 陪着他老爸去的过程当中 他在那边就跟 中国的投资方见面 中国的投资方见面 所以他到底是一个 官方的访问 还是去做生意的 就是拿着他的政治身份 去做生意这件事情 杭特也来过台湾 他当时就透过那个林俊良 然后也跟国民党的一些人 绑在一起见面会 我老实讲 他那套路线的模式 就跟他在中国的模式 是一模一样的 他在中国的这套模式 他其实在台湾 也要用这套模式 所以我认为说 这就是拜登他在面对 他的亚洲政策的时候 面对中国台湾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有这样的利益在里面 尤其是中国是他主要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大家才会觉得说 如果你拜登当选总统的话 你的对中政策 是不公平的 我说的不公平是说 他的对中政策 不会符合美国国家的利益 而反而会符合他个人的家族利益 所以今天在辩论会的过程当中 川普其实想要讲这件事情 就说每个男人对中国 有各式各样的态度 都可以表达出来 可是他认为 拜登家族在中国的投资行为 而且那个投资丸显不合理 这家公司有办法 一年有800多万的 这个CEO有这样的收入 他有这个能力吗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薪水 那通常有公司就gay 就是为了利益输送 透过一个包装的方式 达到利益输送 所以这也为什么 川普质疑拜登说 我觉得你这个公司就是做假的 你根本就是 只是为了要在中国拿到好处 所以他才会质疑说 你拜登对于中国有错误的期待 那为什么 因为拜登的家族 在中国有庞大的利益 这么重大的指控 你有看到拜登积极的辩解 那杭特 你说杭特怎么会不现身呢 这里头难道不需要寄出 甚至包括法律行动吗 我倒觉得是一个有趣的状况 因为投票剩下一个多礼拜而已 那我认为拜登他发现 这个川普真的抓到痛点了 那尤其是他不知道拜登 川普阵营 到底还有哪些资料没有丢出来 我认为拜登他只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他现在唯一做 就是人处理 人处理 人处理 为什么 因为他一旦去加入 这样的讨论的时候 会不会讲出更多的议题出来 真正人家开玩笑就跟他讲 你杭特出来讲就好了 有没有就知道了嘛 他就是有不能讲啊 不能讲怎么办 因为照片区都被打拿出 很多人在看 所以他不能讲 他就是杭特在这段时间 我猜大概到投票日 大概都不会出现 都不会现身 然后呢 他的爸爸拜登总统候选人 大概在这个议题上 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然后他 然后他一方 可是这个会有一个效果出来 我们还是要注意在美国的华人圈 其实还是有一派的华人圈 对于中国是有期待的 那一批人我觉得会更加坚定 他们投票支持拜登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选情 还是非常的焦灼的一个状况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但是我是说 从拜登的儿子相关的资料 被披露出来之后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 政商权贵的合作 尤其在中国议题上面 借着中国跟美国冲突的这件事上面 获得大量的政商的利益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他们在台湾 也有在串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这就都被 应该要被曝光出来 是 来 玉山老师补通什么 我补通三点 刚才我们的讨论 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 就是所谓的拜登路线 就是所谓的战略模糊 结合所谓的交流策略 想要这交流策略呢 跟国民党的买办文化 或是他们自己的这一种呢 商业跟政治的结合呢 如出一策啦 但是这样的一种策略啊 就是川普 蓬佩奥 或是呢 那个挺台的议员卢比欧 告诉大家的 这是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呢 你会散播啊 错误的讯号给中国 以为这样的模式呢 就会西线无战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今天呢拜登的策略 有其中一项叫乌贼战 你说我儿子 我就说你有账务 我举个类比好了 这类比也许不存在贴切啊 各位想想看啊 如果今天这个情境 方式在台湾 我们做一个想定跟剧本 今天台湾的总统候选 一个叫做呢 郭台铭 一个叫吴敦毅 结果呢 吴敦毅去指责郭台铭说 哦 你在中国啊 有许多账号 开什么玩笑 作为全台首富啊 口袋里有几个中国账号 又有什么问题呢 但如果郭台铭反而说 你儿子吴子莲跟肖建华 有很多关系 而且呢你吴敦毅 副总统跟行政院长期间呢 你好像有几个中国账号 请问哪个比较严重 我说这是一个类比 但很符合 差一点历史就要这样上演 吴子安跟杭特有一起吃饭 对啊 而且吴子莲 差一点这两个都要选总统 吴子安跟吴子莲 所以我说这个兵棋推演的想定 几乎吻合啊今天啊 第二场辩论的某些交锋的内容嘛 第三个我还是要说一下最新的民调嘛 选临啊是非常重要的 看了第一场辩论之后呢 有24%的人呢 投票的行为松动了 包含了20%的共和党 19%的民主党 比如说在这个24的人里面 好 但最有趣的地方是呢 里面松动的最多是什么呢 36%啊是没有政党倾向的 所以说呢 这个没有政党倾向的会变成什么呢 本来要投给拜登 但是一看啊算了我不投票 或是我索性啊 投给那两个独立候选人 那个绿党的啦 跟那个自由意志党的 一来一往之间 就会把拜登的票啊给稀释掉 美国总统大选到底谁才是kingmaker 刚刚特别提到台湾的媒体 那我觉得如果你看到 刚刚的台湾媒体的一些表现呢 看美国总统大选 你知道主流媒体对于现在 比如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拜登的儿子杭特 所爆出这个电邮面的争议呢 很多主流媒体是通通都不报的 而且呢相关的资讯说 也不得不在这个脸书啦 包括Twitter这两大的社群平台去转发 也不得哦 所以呢已经有人质疑说 你们是在袒护拜登吗 所谓的kingmaker 今年的总美国总统大选 kingmaker是谁呢 照道理媒体是一个扮演 非常重要的守门人的角色 可是好像跟台湾一样 台湾在面临重要选举时 也有一些媒体呢 专门有些新闻通通都不报 那也有这种情形 那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说 美国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 就在这两天已经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 传唤脸书 推特执行长 这恐怕牵涉到就是司法的问题 来我请教院长包括主任 怎么看这个态势呢 kingmaker 现在的美国总统大选kingmaker 照道理是选民 一票一票投出来 现在好像不是哦 是推特吗 是FB吗 是CNN背后的大老板吗 来院长怎么看 我们一直在看这一次的这个川普跟拜登 两个电视上的表现 那我觉得就双方都是有备而来 川普一开始就是以公信为上 希望能够扰乱整个这个拜登的节奏 但是拜登啊果然是有备而来 他的有备而来 我把它分析成几个层次来看 我们一般来看 认知作战里头 很重要的五个主要的这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说 不承认任何的事情 把任何的攻击任何的指控 把它认为是一种只需乌有的事情 但是一个前提 这个是要主流媒体的配合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拜登阵营民主阵营到现在 就民主党的人都非常的静默 配合主流媒体都不报 其实就是形塑一个就是说 这个环境现在是敌对阵营在出 这个这个烂招在抹黑 那你主流媒体的配合 所以绝大部分的民主党人到现在的投票倾向 闻风不动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说 认知作战里头 很重要的一句就是你要否认到底 你看今天拜登 我个人绝对没有拿一分钱 这个不是公然在整个媒体上面 整个全国老百姓面前撒谎 可是这个就是认知作战非常重要 你一定是要否认到底 第三个最重要就是 discredit others 一定要把别人的这个信用 把它打散 或是把它摧毁 摧毁 就是说你有拿俄罗斯的钱 你有拿中国的钱 所以他这样转移焦点 这个是认知作战里头非常的高招 那第四个呢 counter allegation 你指控我的 我就指控你 然后最后就是朝令夕改 完全没有办法被人家这个忍受 所以呢 这个忍无可忍 老百姓 他们讲 这个就数字于这个民主党的主要的权重 就该要换人了 我们已经在那里够了 你看看他这个主要五个环节 完全没有去回应 现在我们平良心讲 全美全世界 聚焦都在Hunter的这个Bi 你怎么去 这个回应 那我们可以再看 其实整个 今天这个NBC的 这个Christine 主持人我觉得是极端的不公平